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三峽水庫再度傳出警訊 7月17號 中共水利部聲稱 受上游來水及庫區降雨的影響 三峽水庫入庫流量漲至每秒5萬立方米 長江2020年第二號洪水形成 預計當晚8點鐘 三峽水庫的最大入庫流量達到每秒5萬5千立方米 同一天 上游的重慶市 有21條河流的水位超過警戒線 還有5條河流超出保證水位 重慶萬州區洪水飛速上漲 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當地一座小橋 在很短時間內就被洪水淹沒 萬州城區洪水泛濫 街上激流奔湧 視頻中 當地居民還提醒說 上游還在使勁著漲水 下游的兄弟姐妹們要保重啊 7月15號 《紐約時報》報導 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全面禁止中共黨員入境美國 並驅逐身在美國的中共黨員及其家屬 消息傳出後 迅速在海內外華人中引起巨大的反響 16號 多位在美國的華人向總部設在紐約的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要求辦理退黨證書 以避免被驅逐回中國 據《大紀元》報導 當天共有11人親自到退黨中心 辦理了退黨證書 還有6萬人在退黨網站上登記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據瞭解 全球退出中共服務中心所頒發的 退黨退團退對證書是權威的證明 早已得到美國政府的承認 法輪功不屈不撓的反對中共迫害 已經持續了21年 7月12號 加拿大溫哥華的法輪功學員 再次在市中心的藝術館前的廣場上舉辦大型的活動 以集體練功 向民眾講述真相等方式 紀念反迫害21週年 活動吸引了不少路過的民眾 驟足瞭解真相 他們讚揚法輪功的善良平和 同時也譴責中共對人權的迫害和打壓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當地還有民眾聞訊後 專程趕來聲援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